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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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就是動感很強烈 它一個凌空一飄出來 然後這裡落一些根 整個樹下又一枝飄下去 這種樹形我們一看下去 就是一種動感很明顯地感受一種 它在整個造型裏面 我們說它的高低坐落和主持飄滅 都是安排得很好 我覺得這件作品 可能就是說這一部份 我覺得是有些值得探路一下 好像有點不太熱烈 但是當然眼光 美國的作品也有自己的眼妝 我總覺得這件事件作品 就是一個好像 如今一個畫著 也都好像一種惡犯 所以我們有時候去比喻那個樹的樹形 是有很多種感受 不同的觀賞者 或者它也都有不同的感受 我剛才為什麼又說 就是畫一個連根的橫且 又可以作為一種好像惡犯的連根林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受 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它也行 或者這樣去理解它也行 我覺得是有些柔情的美麗 我覺得這盤作品 是一盤雀梅林 樹種是雀梅 我覺得這盤作品 它是一個貨品 基礎很好 所謂基礎就是薯貝 因為它是一個連根的 這麼多干的組合 它能夠本身的分布那麽好 而且一看來就好有野味 基礎很好 作者呢 它這種手法就是 這種回勢很有意識利用主幹原來的回勢 所有現在的事都是整個大方向向著一個方向走 這種動勢很強烈的造型手法 因為每每我們結合一個樹枚去造型的時間 作者這種眼光我覺得是這樣的取勢 眼光比較高 所以這個動勢不是一定要風吹 並不是這樣 但是它能夠體現到一個整體裡好像有一種力量去牽引著它 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動勢自然就出來 你看這個 用來做好就是會比較重的 我也可以稀疏 然後是不是開花的 這個 branch內批邊的掌握 還有在當中的掌握 大家可以選擇去彩統一把這些做到的 現在我身邊這棵可以形容它是一棵參天古樹 因為你一看這個樹給人有一個感覺 盆根整個樹很有氣勢 好像一棵參天大樹 這棵樹是一個比較熟悉的樹 會不會在一些農村的村前、村後 都很容易見到這些比較老的樹 這棵樹是一個很有氣牌的參天大樹 另外你看看它的大托出來很有力 這棵樹是一個很有氣勢 這棵樹的作品也是一種大樹 樹種是相思 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大樹形 這種風格是突出一個大回枝 這個大回枝我們稱為回枝 這個從根強這裡一上來 然後一回勢這樣飄出去 這條大枝我們叫做大回枝 這種大樹形我們可以感受到它 就是一種很穩健的 好像打紅拳一樣 集好馬步才出拳 就是可以感受一種很穩重的大樹風格 這個作品我覺得如果再成熟一點 它就增加蟲 這盤黑蟲的作品可以體驗到作者 在對這個領域的作品 就這樣才能夠使用 那棵樹的調整 它就是另一種大樹之後 呢 並存在進入某種類 那棵樹的調整 的樹配 這棵樹的調整 這個棵樹以外 也可以讓西方前提出 這個棵樹的調整 省樹的調整 這棵樹的調整 這件作品的樹種是小石跡 這個樹種是越北地區 一個很有個性的角色之一 一個很有個性的角色之一 這個樹種是越北地區 因為這個樹種 第一個分佈是比較 這個樹種找得到 這個作品 我的評價就是 它能夠 把握 這個樹種的特性 將它造成一個垂樓的風格 這種手法 在以往都曾經 有過 但是又不是這個樹種 我覺得這個樹種做起來的效果很漂亮 很漂亮 它是以水汗的形式來表現 我們可以感受到 它這個 應該說 我們或者去到 杭州西湖 回想一上來 可能 意想到 在杭州西湖裏面 或者 曾經見過它 所以 這個作品 我覺得做得 比較成功 另外它 因為柳樹 這棵柳樹要表現它 比較 年份 比較長 它的樹幹 又 是比較 帶一些倉勁的 但是枝條呢 很猶豫 很猶豫 如果樹幹 倉勁度不夠 可能樹的裂份 又會秤 所以這棵樹的效果 就應該說 把握得很好 這棵黑蟲作品 就是 它的造型手法 就是 比較 一個 一種很倉屈的風格 因為 每每我們看一個 樹的裏面的結構 你看它這個 整個層次裏面 都好像 很豐滿 但是另外 它有一種 很倉屈的氣度 它在一個 另一個 在蟲 因為蟲樹的造型 它那個 回縮 因為它 因為 在掌資的過程 那些 牽得比較長 它能夠 將那些枝條 回縮到 這樣的效果 應該研發到 很多時間 和精深製作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 它這個 簡念之中 我覺得 作者就是 有一個 極度的眼光 它是 利用到 這個 樹杯 最優秀的一個 極度 它是 加工 簡單 簡單 它就能夠 構成一個 很優秀的作品 這個 我認為 這個 眼光 就是 比較 看見到一個 二小勝 的 很簡單 一個小局 但是最優秀的 做好了 它就 變得成功 這件 西葉蓉的大型作品 可以說 它是一種 石像林的風格 也有人叫做 簡單點叫做 石鼠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這個 杯 那個特點 就是 樹杯 好似 一塊石頭 而在石頭 上面 去進行 做樹 這些本身代表 石 這些樹 所以 造成了一個 林 我們看起來 可以形象到它 或者是 一個 山座 或者石像裡面 長得 藥乾很多的細樹 造成一個 樹林 這種風格 我們就叫做 石像林 實際 它是樹杯 是樹 並非是石 以樹杯代表石 顯然 是一種石像林的功德 這盤相思 是屬於 懸崖營的作品 懸崖營 我們要 做懸崖的時間 第一個 首先 河根響 一定要有力 咬住 泥面 另一個要說 跌擋 為什麼跌擋 越崖呢 顧名思義 它是在一個 超壁 飄新開來生長的 因為它在這個環境裡 第一 它下面空間比較空曠 空曠 另外它受到那個 有時候那個雪壓或者什麼的影響呢 它就 垂低來生長 就形成到 好像 往下 垂下去 跌擋 就是這些位置 一定要有一個 變化 第一 它這個 下垂 向前或者向後 那個 轉折的變化 另一個 它這個作品裡面 是 懸崖裡面 那個 底支裡面 那個 都做得很好 很好 很好呢 就 整個 層次 轉折 力度 都 超過得去 那 在 懸崖的作品裡面 懸崖裡面 是比較善 因為 那個 樹杯比較難得 那 這個 這個 相似的懸崖應該 是比較厲害 這件 相似林的作品 是有些比較懷疑 為什麼說它怪別呢 它的樹梗 已經是 在 表皮那一層 已經是 爛了 就剩下邊那個 皮層裡面 維持著 這個 那些 那些 下面的根系 它 兩 兩片 好像板塊那樣的 組成 我們看下去 這個林 是 有一個 的 深度 感到一種深度 前 然後呢 它 就是那個分步 一 二 三 四 一路 就是那個 那個景深 我們可以 就是 看到這個林 有一個 深度 那 它這個 整個林的佈局 呢 那個 都好 好 而且 也好成功 那 我們 覺得呢 這種 類型的 就是 一種 比較 的 一種 作品 就是 純粹 一個 風吹 的 這種 手法 我們 就 可以 想像到它 是 在 海邊 因為海邊 裡面 的 是 經常 有 長台風 影響到它這個樹的整個樹勢的形成呢 是 變成到 今天 這樣 那 你可以聯繫到它的名題 它叫 驚豐 它 在海邊 的 地方 因為它經常受到強風的侵襲 它 它的樹的生長呢 自然而然呢 就迫使它 是這樣 因為它 強風經常這樣吹 因為 颱風 它很多時候是 在某一個 方位 吹向另一個方位 所以它都是 整個 枝法 是順著一個 很強烈的 動感的 一個方向 去走的 或者可以 體現 撒那間 好像 長台風 十二級台風 吹著那一撒那 那 那些樹 的 樹態 或者它是經常受台風的影響 形成這樣 的 那 我們呢 就 這種 手法 是 通常 叫風水樹 啊 風水樹 啊 要做得好 是 不是很容易 我覺得 這個 做完的 手法 是 做完的 手法 做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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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的